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鄭鴻宜 歡迎收聽今天的報導全世界 我們今天邀請到民進黨台北市議員 簡蘇培簡議員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簡議員你好 鴻宜哥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代表市議員簡蘇培 今天非常歡迎簡蘇培簡議員 最主要是監督柯文哲 我看到不管是金華案還是北市科案等等 你現在正在權力的追擊 我先從2024年總統大選競選經費 九百十六萬這個事情 先請教你 第一個就是說 石樂公司說我五百萬 我沒有收到 另外還有一家叫尼奧公司 我也沒有幫你辦活動 有兩筆 一筆216萬一筆200萬 我也沒有辦活動 也沒有收到錢 你現在怎麼會說是我的花票呢 我想請問這是怎麼回事 這個事情其實很有趣 這個事情那時候被踢出來的時候 其實是寫從木可公司 先被踢出來 就是柯文哲淨總給了木可公司 三千多萬將近四千萬 那中間有很多的所謂的授權費 後來大家慢慢的進一步的去查 就查到說還有尼奧 尼奧拿也是拿幾千萬 還有一筆叫石樂 進一步去查之後才發現說 尼奧跟石樂公司的代表人 都是給做一個代理人 這個代理人剛好跟黃三三是好朋友 大家就覺得說 木可跟柯文哲進總的關係 是李文中妹妹 也就是柯文哲高中同學的妹妹 跟靖總的關係 你們這個是不是左手換右手 然後黃三三跟這個戴麗玲的關係 也是好朋友 那是不是又有這麼多的金錢往來 是不是又是左手換右手 到底是真的說我選舉的時候有需要 你把我打三天 所以我要付你錢 還是說沒有 這個錢流來流去 因為自己人流來流去 所以我們再進一步的去做調查 那尼奧跟石樂非常有趣 尤其是這個石樂的部分 石樂你知道 他扳柯文哲的兩場造勢 他的兩場造勢 依照柯文哲的競選總 這個政治現金上面所登載的 他寫的是說 他是台南的場地費 台南造勢活動的場地費 四百萬 這麼多 場地費呢 怎麼可能這麼多錢 是租場地還是埋土地 另外桃園的造勢晚會 也是四百多萬場地費 所以因為這樣子 然後被大家拿出來之後 尼奧石樂隔一天 用非常大的動作發了兩波聲明 這個聲明裡面就幾個部分 那個石樂就是說 他那個場地費還沒寫的 那是活動執行 他這場地費才不對 這是第一例 第二例 第二例就是說 他的基準 四筆帳裡面 其中第三筆寫了五百萬 他們根本查了公司的帳 沒有這一筆帳的金流進來 他們自己的發票 也沒有開這一筆發票過 對 沒有發票 沒有太多錢 我沒有開發票出來 我也沒有太多錢 對 但是你那邊說有我的發票 對 你那邊說有我的發票 錢也有出去 到底是你的什麼問題 什麼問題 五百萬 五百萬回去哪裡 不知道 不知道 發票哪來的 有可能 都不知道 因為石樂說我沒有收到錢 我也沒有開發票 所以兩個東西我都沒有 都與我無關 對 那為什麼柯文哲的禁總 居然敢用石樂的名字 去開五百萬的捐款 的支出證據 在那個地方 我覺得這很趕耶 我們一般 我選機選三次 跟人家都選機 我也選過就是給蓋 我們對於政治獻金專戶的 暴障這件事情 非常小心 一張收據就爆一張 然後多少錢就寫多少錢 怎麼敢 沒有收據 沒有發票 你居然敢爆出去 要收 對啊 而且後來更嚴重的是 不只石樂 和另外一間年後 就是幫柯文哲辦演唱會金 對 就說我裡面有兩條錢 分別都是兩百多萬 都沒有收到 也是沒有 有些柯文哲有賬 但是我沒有金流 我沒有收到錢 我也沒有開發票 他跟石樂那個一樣 對 有可能 有一種狀況是 大家在做生意 大家在說 我就開發票 這也是有可能 可是如果連開發票 這個動作都沒有 那柯文哲進總 就整個都是造假 那如果整個都是造假 我覺得這個 這個也太大膽了 這個我看那個誰啊 那個羅史磊 他以前是台北市的 會計師公會的理事長 那他本身自己也是會計師 他說這就是造假 這是嚴重的造假 那這牽涉到什麼法律問題嗎 第一個 政治獻金法裡面有規定嗎 如果你虛報的話 你的同仁就會被有刑罰 刑責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事關中大 而且他的同仁可能會 所有人都要出來澄清 本來以為只是簡單的 只是你知道 就是報報帳 把錢留下來用而已 可是如果這牽涉到了刑罰 那事情就重大 那第二個 講到這裡我插個話 那如果是他的同仁 他會那麼愚蠢嗎 他要負法律責任 然後再去做造假的事嗎 對 然後自己又沒收到錢 為什麼要這樣做 所以如果沒有上層的指示 誰要做 不過我覺得這個同仁 真的要做好準備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你知道那個 你們不要當漁文 這有可能就是變成馬英九的漁文 第二個就是圍造文書 因為如果真的沒有發票 然後你圍造文書 而且讓公務人員登載不死 那這也是涉及相關的法律 不過鄰國成功 圍造文書也不是大罪 他那時候不是說高鴻安的事 柯文哲一族的人 這個法律的常識 跟我們都不太一樣 對 意思是說像偷竊也是小罪 清罪也可以偷就對了 對 反正不是貪污 他們的標準就是這樣 我也沒有了解 不過我覺得這件事情 對柯文哲來講 事關重大 因為這是把他過去 所營造的什麼藍綠 都是垃圾 藍綠都很爛 藍綠全部都在貪污 只有我柯文哲不會 可是現在發生的這個事情 是接近你柯文哲最近 而且就是直指就是你柯文哲等等 因為你自己在競選中部的小 一定是你自己管的 而且剛才弘綠大哥 有提到黃珊珊 黃珊珊是他的競選中部的總幹事 不過他第一時間他就跳出來 跟代理一樣習慣跳出來 跳出來說什麼 跳出來說這小真的不對 是嚴重的錯誤 所以他要要求民眾黨的黨部出來說清楚 彤綠大哥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這個帳叫做柯文哲、吳欣營 總統副總統的政治現金專戶 這個帳就是競總的帳 怎麼會要是民眾黨黨部出來說清楚 這兩條小不應該是同一條小 民眾黨的帳 民眾黨自己也可以收政治現金 也有支出也有人事費的支出 競選總部 總統的競選總部也有收入也有支出 除非是選完之後 總統競選總部的勝於捐軌黨部 不然競選總部的帳 就是總幹事要負責的啊 對不對 就是總幹事要負責 結果總幹事 是他要自己說清楚啊 對 結果他第一時間跳出來切割呢 說與我無關呢 黨部要說清楚呢 這讓我覺得非常壓抑 那我們現在訪問的是 民進黨台北市議員簡蘇培 那蘇培我再請教你 這個因為他那個帳也是要 最後要有會計師簽證嘛 那這個會計師叫做端木正 這端木正啊也是 是金華會計師事務所的會計師 這個端木正啊是何許人為他是怎麼簽證的 他是怎麼簽證的 要問會計師本人 因為我覺得 從尼奧跟史樂現在講出來的內容 根本我就沒有開收據 沒有開發票 那為什麼會被合 然後錢還出去 所以端木正要出來講清楚 不過這個端木正很有趣嘛 這個就是也是有這個 都自己人在做小的感覺 為什麼我這麼說 因為端木正是柯文哲 在成立民眾黨的時候 第一屆的不分區代表 第二十二名 然後後來因為他那時候 民眾黨只有五席嘛 所以他沒有排進去 後來柯文哲把他安排去擔任富邦的讀董 富邦證券的讀董 我曾經上過你的節目 講過這一件事情 你知道他後來告我嗎 他後來告我 他後來告我是說 因為那時候有民眾就爆料 說端木正去考試的時候 去台大考試 然後台大的 他是台大EMBA的面試 對面試 然後這個考試的過程當中 教授就問他說 你這麼年輕就可以擔任富邦的讀董 薪水很多 然後他就說 沒有啦 我們那個薪水全部都要回捐給黨 回捐給民眾黨 然後這件事情 就因為 那個面試過程當中 有一些工作人員 反正就這個事情就流出來 那我在問證的過程當中 有人告訴我 所以我就去查證 那我覺得就是他 所以我就問了柯文哲說 你有沒有用這樣子的方式 用你市長的方式 任命你自己的黨員 去擔任讀董 而且要求他把錢回捐回來 到底有沒有這件事情 我要要求柯文哲說明 結果我沒有想到 說明 因為我質詢嘛 媒體報導 然後到你的節目我就講嘛 結果他後來就更小回去 先是告了這個台大教授 說他要洩漏個資 被檢察官打臉 說這咳嗽公平 就不起訴 後來還用民事告我 所以我妨礙名譽 那兩個台大教授 有講這個事情是不是 台大教授是這樣講 因為他告了管理學院的院長 管理學院的院長說 幹我什麼事 我根本不是面試 我根本不在 所以他就沒有 另外有一個老師 老師就說 我面試的人真的是太多 我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情 完全忘記 所以他就忘記 所以就會變成我是證人 看是不是老師直接跟我講的 但是不是嘛 所以後來就不起訴啦 這個我一定要講一下 因為如果你拿的是 富邦證券獨立董事的薪水 而你必須回捐民眾黨 這個事情是公務 這是公事耶 對啊 這不是你的私事耶 是啊 所以哪有什麼洩漏個資的問題 是 反正對民眾黨來講沒差啊 反正我 你看高宏安的事情 不是這樣子嗎 高宏安的事情 跟端木正的事情 其實是異曲同工耶 我一樣是叫我的助理 去謊報助理的加班費之後 回捐給我啊 回捐到我私人 對不對 柯文哲做的事情也是一樣嗎 對不起我錯話 因為大家想說 柯文哲何德何能當台北市長 他有權利去任命一個 他的好友或者是端木正黨員 去當護幫證券的董事 是因為當年的台北市銀行 跟護幫合併 所以台北市銀行 依然是現在護幫的大股東 所以他才有這個權利 因為他是台北市政府的權利 所以今天才有這個權利 對 換句話說 那是國家的錢啊 對啊 那是市民的錢 市民的錢 假如柯文哲的邏輯成立 那民進黨現在背了嗎 對啊 有小小的 為什麼 民進黨也可以利用中央執政的機會 指派到華航 指派到高鐵 指派到這個各國營事業的 這個董事長或者是獨立董事 或者是其他的里建市的權利 叫他們把錢捐回來 捐給誰 捐給民進黨 怎麼可以這樣搞呢 是啊 這是因為你國家所產生的權利 不可以捐給私人的黨啊 所以這就是市庫通黨庫啊 是啊 所以那時候我質詢這個的時候 柯文哲如同剛剛洪怡大哥所說 他就說你民進黨不是一樣 民進黨沒有一樣 民進黨沒有要求任何我們 因為公職權而去派任的同仁要回捐 所以我覺得這個柯文哲 反正就抵抗到裁斗 然後 也死了二歲 然後就讓端木正 要求端木正提告 因為事情都已經過 我質詢過一年喔 他才去告這個台大的教授 然後台大教授不起訴之後 才告我民進 所以我覺得他們就是用訴訟 這樣子的方式 要來妨礙大家 但回到這個政治獻金 這一件事情來講啦 你看喔 他就是一個聽從柯文哲命令的人 他所有的權利 都是來自柯文哲端木正 所以後來他又去擔任了這個 柯文哲卸任之後 他就沒有擔任副邦讀動了嘛 他就去民進民眾動 曾經就把他任命做他們的 這個所謂的中央委員 後來辭職 雖然辭職 不過他跟這個民進民眾黨的關係 是非常近的 那你用這樣的人來幫自己作帐 然後留下這樣子的問題 包含他沒有看到 居然用授權費直接授給 授權木可公司1300萬 這個是很不合邏輯的事情 自己的形象授權給人家 沒有從那邊收錢還要付錢 所以很奇怪嘛 這樣子的 這樣這樣 居然會計師可以合 然後 尼奧跟史樂現在講出來的是 我根本沒有給收據 然後你也可以合 那這個簽證到底是 會計師是真的有簽證 還是說我只是一個會計師的名號 柯文哲叫我來著 你就都賣看 反正你把他簽就對了 反正我只是為了要報仗而已啊 我之前給你當富邦讀董 你不用買我一個名字 一個好的會計師 他是要查核的 是 而且這個會影響到他的license 對 他的證照 就會計師的證照 他的名聲完全被破壞 很可能影響到他未來會計師的資格 是這樣 那我為什麼說這個很不合理 就是說 那個查賬其實是很單純 因為選舉期間的 真正的大賬沒有幾個 我告訴你選舉期間的賬 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收入 對 因為我的同仁去檢察院 我們要每次選舉的時候 他都會幫我們上課 我的同仁都說 檢察院告訴我們說 最重要在選舉那一年是要查收入 因為他最怕收入的時候出錯 收到不該收的錢 喔 這個東西是最重要的 對 所以你知道 要檢察院盯的在選舉那一年是盯收入 可是你看柯文哲很敢 他就在支出上面進行做收腳 我收一定收都沒有問題啊 但我要把收的錢變成我 如果繼續在政治現金專戶裡面 我每年都要被堅持 都要在陽光底下 但我轉到木可公司 或者是轉到其他的地方之後 就陽光上看不到啦 這個蘇培啊 也算是一個很正派的人啊 收入都沒有問題啊 所以他改成在支出上動手腳 他收入不一定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 不會在我們看得到的地方 這不難說啦 還不能夠給他下定論 對 現在金華城在查嘛 是是是 好 那麼 所以你還記得金華城他講什麼 我圖利啊 對啊 哪裡不合法 我哪裡不合法 他講的是我哪裡不合法 對 那意思就是說 那不然你證據給我看啊 他講究的是證據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簡蘇培議員 那簡議員我看他對於 柯文哲啊 的這個 財務 這個很多事情交代不清啊 嗯 這個深入有去追查 等一下我們再來談金華城案 好 因為柯文哲在選前辦了一個叫做 募款演唱會 嗯 哦 那麼最後啊 他是獲利77萬 嗯 但是他交給木可啊 這家公司來主辦 先請教一下 木可是一個什麼樣的公司啊 木可這個公司 從現在的這個 公司資料裡面就是 經濟部有公開所有的公司的資料上面來看 他就是負責人叫做李文娟 嗯 然後他的成立時間是在2022年的10月 嗯 也就是柯文哲要卸任市長的那一年的10月 成立的 嗯 那李文娟是誰 李文娟就是柯文哲高中同學李文忠 嗯 李文忠曾經擔任過台北市捷運公司的董事長 是由柯文哲任命 是由柯文哲任命的 嗯 可是他沒有任何交通專業 嗯 所以你知道他當了這個捷運公司董事長的時候 在做什麼嗎 嗯 在做很多的電商 哦 要求我們各捷運站的站務人員要幫忙賣咖啡 嗯 賣綠瓜式咖啡 就比如說你在網路上訂購咖啡 嗯 然後說我要在中校復興站拿 然後中校復興站的站務人員就要幫你交貨 嗯 他做這一件事情 還有做什麼事情 叫捷運站的同仁在電那個機場啊 嗯 很多綠地 嗯 修理 意思他不來行就對了 嘿嘿嘿 在那裡淨百勒 淨百勒 淨百勒 自產自銷這樣 類似做這種奇怪怪的事情 這就是李文忠 李文忠的妹妹就是木可公司的董 董事長 不是董事長 是代表人 代表人 是不是董事長不曉得 他是代表人 登記的代表人 那我想請教 木可公司裡面有一個人叫李婉軒 嗯 是不是 那李婉軒啊 他是領木可公司的薪水 還是領柯文哲競選總部的薪水 這個事情 就要再先跟大家報告 就有一間公司叫做麗鼎 我們現在說的是這個木可 有一間公司叫做麗鼎 麗鼎在去年總統選舉 在今年總統選舉 在去年的時候跟這個木可有合作 跟柯文哲有合作 應該是說他是柯粉 他們就一群好朋友成立了一間公司 幫忙去做很多的競選小物 想要幫柯文哲在選舉的時候 能夠去增加他的募款 對 包含做什麼手錶啊 柯文哲不是都最喜歡講說 他最有時間觀念 早上七點三十都要那個 他們就去做了很多的手錶 然後想要這個提供給 就是幫柯文哲有款 你當做你當然要用錢嘛 當時剛開始在談合作的時候 柯文哲也一起跟他們開過記者會 後來這個公司啊 在去年十二月的時候 就在臉書上寫了一個文章 就說啊 後來木可公司都不讀不回 因為跟他們談的人 不是柯文哲競選總部 是這一間木可公司在跟他們談 後續的合作 但木可公司都不理他們 看到他們訊息也不回 然後導致他們的錢都回收不回來 然後經濟出現了非常大的狀況這樣子 那這個文章裡面 就提到木可公司的一個人 叫做李婉軒 甚至把他英文名字都寫上去 叫KYM這樣子 Kim這樣子 後來呢 我就看到這個名字 我剛剛這個小草真的很可憐 因為他說啊 他原本是義無反顧 要幫阿伯選一次 但選到最後他變成義無所有 義無反顧變成義無所有 就會很心酸 所以我看到那名字的時候 我就很好奇 我就把李婉軒這三個字 把他輸入到政治先進專戶去查 結果就查出來了 這個李婉軒居然領的是 柯文哲競選總部的錢 那他不是木可公司的人嗎 對 他是木可公司的代表 去跟這個麗鼎 這些小草去談合作的人 對不對 可是他卻領的薪水是領 柯文哲競選總部 所以這不是很奇怪嗎 到底木可公司是木可公司的李婉軒 寄生在競選總部領柯文哲競選總的錢 還是柯文哲授權給木可公司 讓李婉軒可以去談 還是木可公司跟柯文哲競選總部 根本兩個就是一題的嗎 所有的人都是同一群人嗎 我現在是懷疑 就是說木可這家公司 是不是柯文哲自己的公司 然後他寄生在競選總部 我懷疑他在搞錢 是啊 因為這如果是 因為現在有進一步的講法 李婉軒是我們查出來說 這個對外他代表木可公司 但實際上他在領競選總部的錢 那這就是兩個單位為一體嗎 因為等同木可公司跟競選總部 其實是一樣的 對是一樣的 那這是下面的工作人員的部分 那上面我們剛剛講到這個李婉軒 這個李婉軒 李婉軒除了是木可公司的代表人之外 他另外還有兩個身份 現在是被踢爆的 第一個是 他是柯文哲基金會 眾望基金會的財務長 一樣地點在台坡大樓 一樣在台坡大樓的二樓 跟木可公司是在同一層樓 那第二個部分 第三個部分 他除了這個木可公司 然後眾望基金會之外 他還是柯文哲淨總的財務長 那就是三位一體 那就是自己和自己的帳 只是帳怎麼做 錢挪來挪去 數字流來挪去 所以你看 從小草那邊收到的捐款 進到柯文哲的政治現金專戶 然後政治現金專戶管的人是誰 是李婉軒 李婉軒要給木可嗎 要給了一千三百萬給木可 木可授權給木可 然後這個授權費一千三百萬 就留在木可 叫你說是木可要給錢 你授權費給我 我可以使用你柯文哲的肖像 等等等等 照理說我要給你一千三百萬 對 結果是你給我一千三百萬 對 對啊 弘毅大哥應該有在授權你的形象 對不對 你的肖像 你授權給人 敢有把那些帳箱 還給錢給帳箱 哪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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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有可能說 那些帳箱很可能 那他的工作另外 一個月五萬塊 我給他薪水 敢有可能 不可能 李婉娟的狀況就是這樣子 他在木可公司 他代表木可公司 他是木可公司的員工 但是我們 柯文哲競選總部 還付他薪水呢 那我覺得 台利 我已經一千三百萬 給你授權費了 懷疑李文娟是人頭 李文娟是人頭 柯的人頭 李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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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娟 他有可能是一群人 一群人 他應該是一群人 那他有沒有從中獲得好處 不曉得 因為現在只要進到 木可帳戶裡面 你知道私人公司 除非他有涉及洗錢 不然你很難查 所以這就是我覺得 檢調接下來要進一步去查的 因為他這個 柯文哲的演唱會 他也是交給木可主辦 就是木可這家公司 實在是跟柯文哲太親密了 太緊密了 那77萬的獲利 那到底他是一個 為了競選的募款行為 還是他是商業行為呢 本來大家都以為他是募款行為 因為柯文哲也告訴小草說 來看我演唱會八千八 因為我是小黨 我沒有藍綠那麼有錢 所以大家小草來支持我 那時候柯文哲還在媒體上面 講說我一定會開捐款收據給大家 那所以應該是一個捐款的活動 可是今天如果是募款的話 他就有政治現金 要報嘛 他有政治現金 然後就算是小額都要填在上面的 對 那你為什麼都沒有 根本沒有這一筆錢 所以後來尼奧把它提報 因為尼奧是主辦單位嘛 尼奧講的是說 我們是接受到募可的委託 所以剩餘77萬是交給募可 那募可沒有捐錢給 沒有把錢捐回去給這個柯文哲 顯見這中間就有漏洞 那現在這個這個 你要這個募可公司出來講說 是柯文哲的進總出來講說 那是你募可的商業行為 不是政治現金 不是捐款活動 所以你看這都是完全他們自己講 而且這是完全 就變成募可公司打臉當時的柯文哲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 那對小草來講呢 我就是捐款啦 那你們到底當時有沒有給他捐款收據 你們看來就是沒有給他捐款收據 反而是有沒有給發票都還不曉得 對 可是在2023年的7月10號 柯文哲的官方社群IG有貼文 說這是一場募款演唱會 是啊 對 那募款演唱會 你收的錢就是政治現金 政治現金就要申報 可是為什麼現在又變成商業行為 盈餘自己吞呢 因為沒有報仗只好這樣子講 而且我告訴你 如果不是這一陣子這些事情出來 對 你會知道這些事情嗎 不會啊 柯文哲根本不跟你講啊 而且這錢就留在募可耶 那我再問 那募可到底誰在用 本來小草要捐給阿伯的競選活動的經費 是8800 看完演唱會費 付掉成本之後 要幫阿伯選舉的 結果這一筆錢後來留在募可耶 募可是一個商業公司 他根本不是選舉 他甚至從阿伯那邊拿很多的錢耶 那這一件事情 對小草來講情何以堪啊 而且我覺得應該這麼說啦 就是說選舉就選舉嘛 我拿到多少政治現金 我就是努力的去辦更多的活動 讓更多人支持我 來回饋我的支持者嘛 那為什麼要把這種政治現金搞得這麼複雜 柯文哲為什麼 柯文哲跟他的團隊 為什麼要把它搞得這麼複雜 不只有基金會 還有一個協會叫做智庫 現在還有一個募可公司 然後跟他的協力廠商之間 有這麼多的金錢複雜的往來 講不清楚 我覺得這都不是正常的狀況 藍綠都不會發生的 為什麼在柯文哲的團隊會發生 怎麼會有人會想到說 我要特別的去成立一間公司 來包我自己的案子 來讓錢這樣子留到不被監視 不被看到的地方 我覺得這很邪惡 另外是這個柯文哲的太太 陳佩琪醫師 陳佩琪醫師 用他兒子的名譽去開了公司 那他其實是台北市的 他是聯合醫院嗎 對他聯醫 聯合醫院的醫生其實也是公務員 那公務員在任的時候是不能夠去 有商業營業行為 不能開公司的 難道這個事情他不知道嗎 他會不知道嗎 怎麼可能不知道 他們不是有那麼多的會計師夥伴 也有很多的律師啊 對 對不對 黃國昌黃先生不是都律師嗎 去問一下就不可以 對 他是 那你覺得他這個公司要幹嘛的 好我先講他知不知道違法 當然知道違法 不然你就用你的名字去成立 對 不然幹嘛用兒子的名字 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知道違法 只是現在被4X貓這個小壞蛋 把他找出來之後 他現在只能自清說 喔不是我兒子 因為他不想害到兒子 是我啦 是媽媽啦 是媽媽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他要幹嘛 我認為啊 因為這個木可公司 畢竟他還是有很多成分 有柯文哲的高中同學的妹妹 當代表人 那對外其實是李文中掛木可公司的董事長 喔喔喔 所以整個公司的運作 就是不是純爛的柯文哲能夠掌控 嗯 有很多的 還有要看很多人啊 喔 就是說我就算是真的想要把錢拿回來 我要看別人的臉色 我自己猜測啦 那是不是成立這一間公司之後 要做的事情跟木可是一樣的 喔喔 不然你幹嘛去成立 因為現在陳佩琪說 他要賣咖啡 嗯 可是喔 他要賣小草咖啡 對 就是要讓小草來喝咖啡 可是從那一個公司的那個營業項目裡面 好像是不能賣飲料業的 嗯 他叫他 他叫做制搖資訊 對 制搖資訊 然後說要賣咖啡 然後那個咖啡也不能賣 後來說只能賣這個 咖啡包 就是你只能賣商品 對 你不能把它變成一杯的杯子 把它端出去 啊所以有人幫他們想辦法就是說 不然就是 現場贖水啊 嗯 叫賣的人自己去衝 哈哈 反正我 我好這是 題外話啦 這是你的猜測 對對對 他就扮演另外一個木可的角色 不然呢 而且他不可能 因為現在柯文 因為那有自己人啊 陳佩琪 跟所有的接人打在自己上面嘛 然後說 這個就是我的錯 然後柯文哲不知道 然後民眾黨不知道 怎麼可能不知道 他登記的地方在台博耶 他不用拿相關的證據去做登記嘛 嗯哼 對不對 就是他的黨部同一棟大樓 對啊 同一棟大樓啊 三樓是柯文哲的競選總部 嗯 二樓是我們剛剛講的 包含那個智庫 包含眾望基金會 跟木可公司 嗯哼 所以這個制搖公司 要登記在那個地方 一定比如說要跟房東有租約吧 嗯 你才能夠去登記吧 不然我不可能隨便登 登記在哪裡 那你要拿到那個租約 嗯 不用跟人家講嘛 不用討論嘛 一定知道嘛 只是現在這個事情難看 因為他就是一個人頭公司 對 他兒子仍然就在日本 也沒有真正要做 那你開人頭公司 你知道現在開人頭公司 剛剛要做什麼 嗯 要詐騙要誰錢啊 最多詐騙公司 就在做這件事情 許巧欣他們大姐 不就是在做這個事情 所以這個形象不好 所以他才開始做切割 嗯哼哼哼 但是 還是要講一句話 就是說 他們不是都是行錯一個 他們自己是非常單純的嗎 對 做這些事情都不簡單 都很複雜 很複雜耶 對啊 怎麼這麼多頭部 想這個事情 不怪選第三名 不然人真的也選去 我今天看到一個很小的新聞說 在立法院 因為柯文哲他們也有立委 當時的時代力量也有立委 上一屆 這一屆已經時代力量沒有了 對 說民眾黨的電費 在同一棟 電費是時代力量的三倍 這有什麼 就寄生啊 那時候民眾黨 民眾黨剛成立 所以他們沒有自己去找一個黨部 他們把他們黨部 全部寄生在立法院的黨團 因為他們那時候一定有五個立委了嘛 對 所以他們在立法院可以有一個黨團 黨團就可以有一個辦公室 但我們像民進黨或時代力量 或者是其他的政黨 其實那個黨團就是沒有立委所使用 讓立委 黨團的立委可以在那邊開會的 結果柯文哲他們不是啊 他們把所有他們為了要省錢 所以把所有的人士全部都放在立法院裡面 寄生博會啊 用立法院的電 用立法院的水 用立法院的空間 用立法院的空間 又不用付錢 又不用付錢 他只要找一個地方 去掛民眾黨的黨部地址 借一個公司 借一個空間喔 把黨部掛在那個地方而已 但實質運作都要在立法院 電把它開下去 開最多的 冷氣把它開下去 都開國家的 對啊 所以才會他的電費 比人家還要多嘛 因為那時候拿時代力量 來對比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時代力量跟他們一樣 大概就是五個立委 所以辦公空間是一樣的 但一樣 時代力量不用那麼多的 電影是怎樣的 所以你看他這個寄生 也都很一致啊 那我們回過頭來講 剛剛講那個製咬 製咬如果真的要運作的話 你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你如果真的認真要做小草咖啡的話 你應該去找一個地方去登記 結果他不是啊 他也是寄生啊 對 他也是寄生在這個智庫裡面 然後在台坡大樓 對 寄生在台坡大樓啊 小草怎麼喝咖啡 是啊 所以這個東西 這個我真的覺得很厲害 今天我看到聯合報跟中國時報 都用很大的篇文在講 小草可能會跑掉 因為看到他這樣亂搞 小草的錢都很珍貴 很辛苦的錢 小錢 那據成這麼大的錢 竟然政治先進是被你這樣搞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民進黨台北市議員 簡蘇培簡議員 簡議員我看你最近有開記者會 討論你追到的 這個柯文哲在金華城案裡面 所扮演的角色 那你有發現哪些事情 在金華城裡面 其實這一件 這個事情其實是 可以推說到很久 金華城是從工業區 變成商業區 那時候工業區變商業區 土地價值完全不一樣 所以他就捐了某一部分的地出來 然後他才能夠拿到金華城 那一塊用地 那他的 當時的容積是392 但金華城認為說 我都已經捐地了 然後這個 然後現在土地使用分區是桑山 我要爭取560 因為桑山的容積 在台北市的登記就是560 所以金華城一直覺得很不公平 但這一件事情 他在爭取的過程 大約是落在好隆斌市長的時段 好隆斌市長的團隊認為說沒有道理 因為你從工業區變商業區 我已經回饋你非常多了 那你金華城 自己營運不好 要把它拆掉 重建 你去560 這沒有公益性 所以就不給他 那金華城就去監察院提告 然後本來監察過 馬英九的監察委員 有兩個監察委員辦這個案子 認為不用給 但是有一個監察委員 後來要求台北市政府一定要給560 但這個監察委員後來被發現說 他在卸任之後 居然回到沈慶金 也就是金華城董事長 沈慶金爸爸紀念基金會 沈春池 紀念基金會 紀念基金會 來擔任他相關的職位 所以就職位上面有瓜田理想 我認為前監委 未來一定也要接受調查 叫什麼名字 他叫劉德勳 劉德勳 好像以前在陸委會服務 還是海基會 所以我覺得他也要被調查 那這是劉德勳的部分 所以560其實監察院叫台北市要給的 那時候台北市同仁真的非常有趣 台北市同仁認為我就是不給 這個劉德勳 後來用非常嚴格的方式 監察委員有一個叫做 他有一個職權就是把公務人員叫來 質問他 質問你為什麼不給 不只是書面的要求糾正而已 還叫公務人員來到監察委員前面質問你 你為什麼不給 用到這麼強烈的方式 在幫精華城抱不平 後來反正柯文哲任內就給了他560 給了560之後他還認為不夠 所以好 郝文斌不給 但是柯文哲給了560了 但柯文哲可以說這560是監察院的委員叫我給的 好 OK 那就560 那你為什麼會給到840 這就有趣了對不對 因為他要求說 那時候我在開發的時候 我的樓地板的開發面積 因為他那個面積非常大 他的樓地板開發面積要 最多不能超過12萬樓地板的平方公尺 這樣子的一個面積 所以精華城是要求兩件事情 第一個我要要求560 而且我還要要求保障的樓地板的面積是12萬平方公尺 但是12萬平方公尺就會超過560 所以他就兩坪他都要抵就對了 所以已經560給你了 監察院也沒有要叫我給你12萬平方公尺 精華城就回過頭來去跟柯文哲的陳情 那這個陳情其實也是很長的一段時間 後來柯文哲在第二任的時候 重新接受了精華城的陳情 然後這個陳情非常有趣是 柯文哲直接交辦給 直接交辦給都法局 都法局的局長 當時的局長叫做黃錦茂 他收到這個陳情的時候 我感覺 我純粹我的猜測 我覺得他會怕 因為前面的市長都不給 他就發了一個正式的專簽 內簽 詢問柯文哲說 他要求這一些東西 要求560又要求12萬平方公尺的樓地板 要求840 那時候還沒有840 那時候只有12萬平方公尺 12萬平方公尺一定就超過560 所以他就上一個公簽 賺一個專簽給他 說市長你是不是真的要辦 是不是要從 如果真的要辦這件事情 要送都委會 要重新討論 柯文哲要專簽 他簽下去 抖音他要寫命 而且這種事情 這種事情通常就是副市長決就好了 可是副市長沒有決 就叫市長自己決 所以市長就簽了 簽了之後進到都委會討論 大家都要把責任往外推 對 都委會就覺得說不可能 而且他要求12萬平方公尺的樓地板 那件事情 金華城還在跟台北市政府 互相提訴訟 所以很多的委員就說 那還在訴訟當中啊 就不用去處理啊 等訴訟結束再說 重點是訴訟結束了 金華城敗訴了 柯文哲居然讓金華城重新送都委會討論 就是來到了840 就12萬樓地板 12萬平方公尺的樓地板沒有了 法院說不用給了 可是重新再把金華城這個案子 弄成一個都市計劃案 既然敗訴不是最好的理由嗎 對 敗訴就不用給了 敗訴之後 沒有12萬我給你840 意思就是這樣子 他重新送了一個都市計劃 送到都委會裡面去做討論 那都委會的委員全部都覺得非常壓抑 重新送是金華城重新送還是柯文哲重新送 金華城重新送 那金華城為什麼可以送 金華城送到都發局 都發局才能夠立案把這個案子送到都委會 你知道都委會是不接受個人陳情的 對 一定要都發局看過說 這個可以 我才把這個案子送進來 所以金華城12萬平方公尺樓地板 面積敗訴之後 重新送了一個案 那這個案送來之後非常有趣 都發局看了 說不可能怎麼有這個事情 不可能有這種事情 所以就把它退回 退回之外 對 當天退回 當天經都發局內部有一個專簽 簽了一個專家學者的會議 找了一些專家學者來幫金華城開會 想辦法給金華城重新 對他特別這麼好 對喔 很怪 可是你知道嗎 所有的來開會的這些委員 看完金華城的案子 還是覺得沒有道理 因為你依照你現在的這個土地分區來講 你還是沒有辦法爭取那麼多的榮基 你能夠爭取榮基的方式 就只能比到都根 可是你又不是都根區域 所以就不能給 所以包含委員 裡面有很多的委員不認同 然後包含台北市的都市發展局 自己的同仁也都表示說不可以給喔 都根處也說不能給 對 可是意外的是 會開完 委員意見表達完 都發局從 金華城又重新送了案子 一樣爭取560 一樣用都根的方式去申請榮基 這樣子的東西 居然送到市長專簽 市長給他過 市長同意 所以就金華城比兆都跟榮基給他20%的榮價 所以560變840 對 那560變840 這樣這個金華城可以多賺多少 5000多坪啊 5000多坪 5000多坪 然後一坪如果以大家講的100或200來看的話 大家都說大概100億榮基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就是說金華城可以這樣給獲利100億 對 獲利100億 那這個事情其實對大家來講都很訝異 訝異的原因是因為有這麼多人在過程當中都愛阻擋 包含我們自己看到就是在會議當中 我們自己的台北市政府的同仁也都不認同 但他們的意見完全就被漠視 比如說在兩次的都委會小組裡面 第一次法治局的同仁就表示說 都委會委員你們沒有這個職權 你們不可以去准用這個榮基 他沒有創設榮基的職權 結果委員沒有聽就這樣過去 然後第二次法治局一樣去開會 對他都沒有講話 我那時候曾經質詢我問法治局的同仁說 那你為什麼不再表達 他說因為我已經講過了 那柯文哲跟金華城的老闆有密會嗎 有密會嗎 依照他們的同仁就是之前的那個柯玉安 柯文哲的辦公室負責這個社群的同仁講 他跟沈慶晶見過非常多次面 都在私底下見面 那當然其實大家現在要查的是說 因為金華城的陳情是很長的一段時間 從柯文哲第一屆也有 但是是什麼讓柯文哲態度改變 這是大家想要知道的 就是說柯文哲是為了 是什麼事情打動了柯文哲 從原本的陳情是不理 或者是都法局自己揮就好 後來市長居然會兩次專簽 都同意保送金華城 後來因為這個市長的態度非常明顯 所以才會導致都法局 為什麼會去開一個專家學者會議 幫他補習 我覺得這都是息息相關 現在大家在問的是什麼人給他的力量 什麼人讓市長柯文哲改變的 那這是魔界的力量 還是他覺得這件事情是怎麼樣的 那你能判斷出嗎 我覺得魔界的力量比較大吧 雖然我沒有任何的證據 但我覺得魔界應該有魔界的力量 不然為什麼要改變 這事情是犯法的 還不像柯文哲講的 徒利哪裡違法 很多很多 那他的副市長彭政生 現在用被告的身份被約談了 這代表什麼意義 彭政生要自己自清 因為彭政生是都委會的主委 那我其實在這個整個調查過程當中 我有跟彭政生私底下聯絡 聯絡的原因是什麼 就我剛剛講的那兩次賺錢 柯文哲清錢 我覺得很訝異 原因是什麼 因為彭政生是都島公務的副市長 又是台北市都委會的主任委員 就是都委會開會是他做主席的 然後我訝異的是說 依照我的經驗來講 像這種都委會的都市計畫的公告 全部都是副市長蓋章就好了 他會用市長的假章 倚章就把它蓋著就覺醒 通常在權力 他們的這個所謂的職責分 分責的部分也差不多都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會送到市長給市長簽 我因為這件事情 那時候我大約是今年五月 要把這個證據公佈在我臉書上面的時候 我有打電話給彭政生 我跟他講說 你會跟他講嗎 是怎麼你會請 他說 我忘記了 因為我有太多的案子 可是你可不可以把資料給我 因為他沒有陳志涵把他偷帶公文吧 我在想 他公文沒有帶著 所以我後來把我找的資料給他看 那給他看之後呢 我有跟他講說 我們接下來議會可能會成立委員會調查 然後他就說 好啊我可以去調查 我彈彈彈彈啊 反正都是委員決定的啊 那後來他就不願意 不願意的原因是因為 很多的議員認為他 他其實是 柯文哲教他做皮液 他也主導了這整件事情 他覺得他被放風聲 所以他不願意去調查小組 後來他又突然傳 突然傳了兩天 大概七月中的時候 他又傳了訊息給我 他說他願意去 那個時間點 剛好是什麼時間點 剛好是陽文科 剛好是鄭文燦的事件發生 陽文科的事件發生 高文案的事件發生 我認為他覺得檢調動起來了 他會辦 所以他有點害怕 所以我覺得他想要先到委員會去自清 但反正委員會來不及排到 現在這個檢察官就已經約下去 而且把他列為被告 但就我所知道的是說 檢察官可能會認為說 他是都委會的主委 雖然都是委員決定 但是你是市長的代表 你是都委會的主委 然後你也對法律相關的了解 你怎麼會放任這件事情過 就是說就算是市長簽了 你都應該要擋起來 所以是不是我覺得檢察官在整個過程當中 也有搜尋到有相關的疑義的地方 那柯文哲會被收押嗎 如果彭震生有事 我覺得柯文哲不會沒事啊 對啊 因為最最最最終讓這個案子違法違規 送到都委會的就是柯文哲 讓他准用不該准用的法規的就是柯文哲 所以他總會沒事 如果有的話是土利罪嗎 沒有查到金流是土利 那有查到金流就是貪污了 那因為你看嘛 之前他送柯文哲在第一屆市長任內的時候 針對大巨蛋把李素德送這個檢調 那時候就是說大巨蛋原本這個BOT給遠雄的時候 他是需要有那個權利金一趴的 李素德在會議當中就說上面有交代啦 那一趴就不用了 他就因為這一句話被柯文哲送 一審判九年耶 那如果他這樣子都要判九年 那柯文哲你土利的金華層 20%的容積怎麼會沒事 而且我要再講一次 你知道金華層現在是在蓋的 如果太晚的時候我告訴你 那個給的就給的就收不回來 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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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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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糊 但他自創农居是没有经过法制的程序去更改 也不是全部都适用 就只有精华层也按适用 所以针对这件事情纠正了台北市政府 那柯文哲在给840%农居率的过程里面 有没有就是说在法条上的适用是有问题的 当然是有问题的 因为840%的农居奖励 就是他的三个自创 包含什么绿建筑 包含耐震 包含智慧 但你要绿建筑 现在所有的大楼全部都要绿建筑 因为节能减碳的关系 那本来你就要做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跟我申请农居 那包含耐震 现在台北台湾的耐震全部都要很高 而且耐震越好你卖的越好 那耐震本来就你要自己做的 你为什么还跟我申请农居 那他这两个各申请的8% 然后智慧城市申请的4% 总共加起来就是5000多坪 其中有一个地方 我觉得最夸张的是说 他那个回馈的部分 他居然回馈 把什么东西拿来回馈 第一个是 他第一次在从工业区变商业区的时候 他回馈了一块地 叫富盛公园 你知道吗 他继续任养那块公园 他也算回馈 本来你就要任养他的 然后我继续任养 然后你就还把他算农机再加给精华城 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金华城 并有觉得一些小地 像一小块那个绿地 那个富盛公园 还有那个偶戏馆 都是他们 算是他们回馈的 可是那本来就是你回馈的 你才可以变成商业区使用 所以你不应该再因为 继续回馈 就把他算农机 第二个是 然后我们在起厨的时候 都有重车会压马路 通常台北市政府建管处都会要求 你盖好房子你马路全部要给他重铺 这理所当然的 你知道连重铺都容积回馈给他 所有的人都 对啊 所有人都没有只有精华城 我现在在外面啊 很多人在开工 还是说吃饭啊 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 科文者会不会收押 会不会被关 对对 因为大家都觉得那事情太不合理了 为什么不合理 因为你知道我们在台北市人很多人要搬家 要一瓶换一瓶都不可得 然后房子漏水啦 什么的都都都住在一个不好的环境里面 就是因为没办法一瓶换一瓶 可是科文者却可以一瓶给金华城变四瓶 对 这实在没有道理 所以大家都在等嘛 好 好这个啊 我们今天啊 邀请到的是民进党台北市议员 简苏培简议员 那从他的大选的这个竞选经费916万 那谈到金华城案 老实讲 我觉得对科文者的那个人设啊 现在已经完全摧毁破坏了 听说小草跑掉很多了 好那今天啊 感谢简议员接受我们的访问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进行到这边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